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观不合 不相为友 一经中说 同生相应 同气相求 人能成为朋友 靠的是相同的知趣 也就是看待事物的立场 与观点接近 真正的朋友应该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乃至理想追求 或者说 朋友应该是同道 相反的情况 古人称之为道不同不相为谋 用现在的话来说 叫做三观不合 不相为友 三观就是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这三观不合的人是不太可能做朋友的 勉强不来的 物以类聚 人以全分 三观不合才是人和人之间最大的障碍 三观不合的人 所说的话难有交集 更谈不上碰触火花 寒暄片刻尚渴 相处时间稍长 便如鸡同鸭脚 彼此都觉得索然无味 甚至有可能互相伤害 有一则预言说 青蛙和老鼠成了好友 小时时刻刻躲在一起 于是 他们把脚绑在了一起 刚开始 他们在地面上行走正常 还能吃到骨子 当他们来到池塘边时 青蛙一下就跳进了水里 把老鼠也拖下了水 青蛙在水里玩得高兴 而可怜的老鼠不会游泳 淹死了 最后老鼠的尸体浮上水面 他的脚仍然和青蛙绑在一起 一只老鹰发现了老鼠 便冲向水面 抓起老鼠 而青蛙也跟着被提出水面 成了老鹰的美食 三观不同的人密切来往 就像预言中的青蛙和老鼠 只会给双方带来伤害 摸不透的心就算了 不必费力去揣摩 看不清的人就躲远 不必老神去猜测 人生短暂 精力有限 我们应该将所有精力 倾注给所爱的人 相处愉悦的人 对于那些智不同道不合的朋友 我们大可以选择悄悄离开 毕竟谁的生活里 也不会缺了一个人就不行 所谓打交道交在其次 重要的是有相同的道 也就是三观要合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并不容易 观念差异大的人则更难 贪婪的人怎么也无法理解 有些人是钱财如浮云 势利的人怎么也不会相信 有些人对待别人 可以做到一时同仁 人都容易以自己内心 所想的为标准 以此来分析和判断他人 如果有人的言行 跟自己内心的标准不一致 则认为他人是装腔做事 虚伪透顶 这实在是自以为是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人是看你不顺眼的 没关系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相安无事便好 朋友没有必要强求 一起相投就真心相处 看不惯的就腐朽而去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 若他们走不进你的内心 就只会把你的生活 搅扰得以地鸡毛 生活无需过多陪衬 三观不合的朋友多了 越热闹 反而越让人感到冷清 圈子不同 不必强容 人是群居动物 怎么可能离开群居 而独自生存 这是圈子存在的必要性 对我们平常百姓来说 处事方式相近 三观较为一致的 自然就在同一个圈子 相互帮助 同进同退 如果我们一路同行 那便风雨同舟 如果我们只是彼此的过客 那便淡淡一笑 无需多言 以利相交 利尽则散 以事相交 事败则轻 以全相交 全失则气 以情相交 情断则伤 唯以心相交 方能成其救援 朋友不再多 而在于是否能同道 是否能知心 同道则能共行 知心则能互信 当然 这同道何止的并不是完全一样 而是求同存异 互相包容 人生就像一列行驶的列车 中途陆陆续续 有人上车 也有人下车 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人只是擦肩而过 有人会短暂停留 也有人陪你一直到终点 当有人要下车的时候 你可以目送他的背影 逐渐消失 但是不必追 因为分别 不会让你们渐行渐远 而三观不合 才是你们之间 最遥远的距离 好了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内容 就是以上这些 感谢你的聆听 我是海音 想要听到我的更多声音 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天海音 每天晚上的九点四十分 我都会在这里等你 祝你晚安 好梦 落叶随风 将要去何方 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 风飞碧 我都会在这里等你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幸福的过往 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 一起留着昨天的芬芳 那熟悉的温暖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无边的心上 相信你还在这里 从不曾离去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 若生命直到这里 从此没有我 我会找个天使 替我去爱你 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 一袭留着昨天的芬芳 那熟悉的温暖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无边的心上 相信你还在这里 从不曾离去 我的爱像天使 守护你 若生命直到这里 从此没有我 我会找个天使 替我去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